而在台中的第五市場 則是舉辦了千人版德的活動 由於價錢是相當的實在 十二道菜竟然只要三千九百九十元 每次開放都被搶定一空 而今年在菜窯的部分 是跟即將舉辦的 2018世界花博來結合 每道菜都跟花有關係 甚至還推出了花博餅乾 非常有創意 一口接著一口 見到一道又一道新鮮菜窯上桌 趕緊伸出筷子 夾進嘴裡大飽苦福 放眼望去一整條街 搭著長長一條帳篷 全是台中市舉辦的千人伴奏活動 民眾吃得心滿意足 因為價格實在相當便宜 每桌十二道菜竟然只要三千九百九十元 當初開放申請後 不到五分鐘一百桌 馬上被搶定一空 像是我在網路銷售 好像不到五分鐘 那今年也是很受到民眾的肯定 菜餘部分響意台東即將舉辦的花博活動 與花座結合 推出花樣饗宴 最後一道菜還出現花博特製餅乾 以花作為主題的方式 創意有非常多種 除了說名字可以跟花有關係外 那麼食材 那麼包括形狀 那包括說它這道菜過去的寓意 其實都可以跟花產生非常多的一個關係 花班特殊造型與花博巧妙結合 也成功為花博創造話題 藉由威廉燕將有讚 台中報導 那邊找到 找到了 可惡 找到 酷 彼 找到 詞 獼 詞